大家好,我是大雄,为了捍卫自由与独立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乌军继续痛揍俄入侵者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最新统计,俄有损失1350人 还有24辆装甲车,56辆军车,10辆坦克,22个火炮系统等 为了霸占乌克兰的土地 俄像疯子一样继续大把大把的送人头 据报道,过去一天,疯子发动了199次地面袭击 大部分集中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 结果,如你在损失图上所见,俄军损失增加 昨天,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报告说 在敌人主要进攻的方向上,情况很困难 但各级所有必要的决定都会毫不拖延的做出 尽管敌人在武器和人员数量上占有优势 但由于我方士兵的贡献,敌人又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乌军第15作战旅的士兵分享了在顿涅茨克地区 布格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视频 视频显示,俄罗斯一支突击队被击退了 被摧毁,也是在布格罗夫斯基方向 一辆乌克兰坦克袭击了一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BTR 82A装甲车和步兵,俄兵死了死逃逃 第71独立狩猎旅的乌克兰士兵在哈尔科夫莫布昌斯克地区 摧毁了俄罗斯步兵 据报道,一架载有22名乘客的米巴直升机在俄罗斯东部失踪 据俄官方称,直升机残骸被找到了,无人生还 奇怪的是,热衷军事报道的亲俄媒体竟然对这件事假装没发生 关于库尔斯克战役,在乌军入侵近30天后 俄军还是无法赶走乌军,这是在库尔斯克地区被抓获的俄俘虏 目前,库尔斯克没有大消息 容许我猜想一下,希尔斯基有可能接下来会有新的奸俄步骤 比如诱敌深入,多入,聚而兼职扶职 因为俄军现在无力保护库尔斯克 除了束手不被擒了,还有别的办法吗? 乌军再次打到莫斯科,据俄新社消息 莫斯科地区遭受了多拨无人机的攻击 当地防空导弹系统,连夜击落了至少5架无人机 而其他地区击落的无人机更多了 乌军无人机千里奔袭莫斯科 所针对的目标也十分明确,有场等设施 可以说也是直击要害 在乌军无人机继续入侵莫斯科空域之际 泽连斯基已经号召了美英法德 要求这几个北约中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 为乌克兰松绑,根据泽连斯基在其视频中的表态 乌克兰要求获得更多的远程火炮和导弹 并且他认为,成败再次依据 美西方必须立即解除对乌克兰的远程武器使用禁令 泽连斯基的这番表态说明美国和北约在对乌松绑方面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 事实上美国之前就强调禁令没有改变 这也导致乌军不敢擅自使用射程达到300公里的陆军战兽导弹系统 来攻击俄境的目标 而欧洲提供的风暴阴影潇洋导弹可能也有类似的禁令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迅速减缓 可能也和这些禁令存在有关 因为没有纵身打击能力 乌军就算攻势再猛最终也会被慢慢的摁住 通过持续派抢无人机越界袭击俄罗斯 基辅也认为自己找到了智商的法宝 如果美西方开放远程导弹等手段禁令 那乌军很可能会立即的使用这些重型火力 来攻击俄罗斯的军事和能源目标 所产生的破坏性将远超无人机 对于这个效果 基辅是迫不及待的 泽连斯基最近也声称 乌克兰已经开始搞出自己的远程弹道导弹了 可见呢 在意识到西方盟友不靠谱的情况下 乌克兰也在准备B计划 如果让乌克兰搞出远程导弹 那俄罗斯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加 俄杀害平民后 还自豪的向外界声称俄罗斯轰炸的 是乌克兰的弹药库 这一切的一切啊 可谓是流氓耍劲的 卑鄙至极 人类已经没有任何词语来形容这种极端丧尽天良 极端灭绝人性 极端变态的大人狂了 令人惊讶的是啊 这世上竟然还有俄罗斯的支持者 竟然还有无数狂热的俄粉 在给俄加油 给跪舔 看着我真想一巴掌打死这些狗东西 俄罗斯为什么不把不多的导弹和无人机用在战场 而是兴奋的杀害平民呢 这就是俄的本性啊 本性就是以欺人为乐 以杀人为荣 记得他们每次斩首乌战俘使 从来没有不适声张啊 而是兴奋的向全世界炫耀 这就是熊霸骨子里的恶啊 基因带来的恶 也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恶 乌克兰最了解熊霸之恶啊 所以没有一次会被俄的威胁和恐吓所屈服 而是选择勇敢的站出来反击 一次又一次 昨天9月1日啊 乌克兰用158架无人机 带着熊熊的怒火 冲到俄领土多个地区 莫斯科 库尔斯科 布良斯科 沃罗尼日 比尔格勒德 梁赞 塔鲁加州 布良斯科 奥利尔 特威尔 伊万诺沃 利佩茨克 图拉 坦布夫等 无人机还撞毁了莫斯科的火力发电厂和卡波特尼亚燃油厂 据报道 卡波特尼亚燃油厂的火灾被评为最高的复杂程度 莫斯科燃油厂年产量为1200万吨 近每天24万桶 这家燃油厂距离客工仅15公里 谁能想到啊 挨着客工的所在 防空系统如此薄弱 这不禁令人猜想啊 客工的防空系统如何 而下一次 乌克兰是不是可以袭击客工 还有 据报道 遭到袭击后 特威尔州科纳科沃发电站 有500千伏的变压器正在燃烧 再有 离客工仅3公里的俄政府大楼被袭击后着火 无数莫斯科人看在眼里 这是自俄乌战争以来 乌克兰对俄领土的最大规模的袭击 这次大规模的袭击意义重大 第一 证明乌克兰能力一直在加强 第二 证明乌克兰对待俄不会手软 第三 证明泽连斯基说到做到 并且有能力做到 自今年年初以来 他多次说过要将战争带到俄领土 而且还前不久 他说乌克兰有能力打到莫斯科 第四 这次袭击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包括美联社 多家大媒体都有报道 全世界都能看到莫斯科遭到袭击 并且看到俄高层无法保护莫斯科 另外 罗斯托弗州阿特拉斯石油库 已连续第五天发生火灾 俄的损失仍在增加 这就对了 只有将战争送回给俄领土 才是最快结束战争的方法 在昨天的晚间讲话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我们正在努力确保 尽可能多的俄罗斯军事设施 后勤和军事经济和关键设施 处于我们武器的可达范围内 我们需要将战争推回到它的起源地 即俄罗斯 而不仅仅是在边境地区 俄孔必须感受到战争的滋味 风向要变大了 也早应该变了 从乌军入侵库尔斯克起 风向就突变 而凭着乌克兰实力的增强 我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袭击俄领土的消息 离克宫仅三公里的政府大楼都能被袭击 还有什么难得到乌克兰的 泽连斯基说的对 应该让俄罗斯好好感受战争的滋味 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 也是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战士们 正在为了实现更大目标的开始 正如泽连斯基此前所说 还将有更多类似的进展 这一切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必须和乌克兰站在一起 因为历史在注视着我们 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的 将会收获正义 收获自由 收获和平和熊霸站在一起的 将会得到失败 得到唾弃 得到通归一尽